74,太陽報Ibound 例排年連發最怕遺忘引入初衷 2015年7月22日財經 03論點被市場視為港府營同派錢的通脹 與債券Ibound 第五批正式接受營購申請 自港股經歷過六、七月股災後 不少投資者都幻想跌市創傷後為淨 變得懼怕風險,現在有這樣穩賺不賠 至少坐享一來回報的Ibound 可與其市民認購反應並必熱烈 然而投資者不應抱著股市輸了,再債券翻本的心態 因為Ibound 與股票有別,而首市場流通性及價格波動相對低 只適宜作中長線投資,再者美國聯儲局已預告 今年價值機會極高,以持續多年的債券牛市 今年看來已到了盡頭,新一批Ibound 的回報率未必及得上 對上兩批,大家最好有心理準備,回顧客觀環境 今次新一批Ibound 發行時機,的確不及前四批 美國經濟復甦,支持美國息口開始退出非常虧的超低息期 加上一四年下半年,美元開始成為全球最強勢貨幣 在聯繫匯率之下,強港元壓抑進口物價效果是納乾見影 過去三年,本地綜合消費物價升幅介乎4.1%至4.4% 今年六月份,增幅放緩至3.1% 與通脹的U 的第五批Ibound 預期回報率3-4% 以屬相對樂觀的預估 當然,對彼此有還無的保證率 Ibound 仍然有一定吸引力 配合勸商與銀行大力催谷、推出十免等優惠措施 最終大幅超購幾乘定局 值得留意,今年Ibound 捧場客隨時多出了一批生力軍 人民幣自從十年前開始改革,匯價長升掌油 而不少港人在過去幾年鍾情把存款壓住在人民幣身上 除了匯價有聲無跌外,定存利率相對港元定存亦十分級人 在無風無浪下,做到財職兼收 不過,人民幣只聲不滴滴神話,亦有完結的一天 除光漲,經濟增長失速,匯率在負擔不起成本高昂的持續升值 去年裡點近百分之三,今年呈交光的姿勢 去年十一月,人民銀行將貨幣政策逃向逆轉 全線展開放水,減息週期,定存高回曝光景不再 今年中國暴力救市震動國際 人民幣在下半年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首肯進入儲備貨幣區諾部,入選成為特別提款權 貨幣的機會亦因而下降,匯價回落壓力增大 澄清低風險定息回報的投資者,減榜令滅他選的有因增加 近乎沒有風險的Ibund,或多或少為普羅散戶提供資金的分流機會 香港對Ibund這類定息產品,證實需求不決 發行人特區政府也不應忘掉初衷,要好好想想最初引入原意 為市民提供抗通脹投資機會外,發展亞洲金融中心 為香港激活零售債券市場,平衡股市獨大的紅塘大計 以不應蝕作每年例行公事,違法而發,完全缺乏後續視野 除柴增光 批具額基建,融資需求龐大,香港人口老化催生的零售債市 供應與需求為納皆在,實在不應平白浪費發展良機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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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